自从牛成为了稳定的肉类提供者以后 牛肉与面条的组合 就成了咱们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常客 西北吃牛肉面 华北也吃牛肉面 河北是正宗安徽牛肉版面 这次到了湖北 赶巧探访到了这家牛肉面馆 咋意思 这三狗牛肉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进来看看菜单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才明白人家这是店名叫三狗啊 和武汉其他餐饮小吃店一样 咱得买了票以后 再去各个窗口排队取餐 规规矩矩是秩序井然 只见阿姨收票以后 抄起一碗配好的面条 加上牛肉和酱料又猛火一顿爆炒 甚至不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我这碗曾被无数人赞誉过的 三狗特色牛肉炒面就出锅了 不就是一碗圆面条子 上面盖了几片牛肉片子吗 但从这碗牛肉炒面的颜值来看 尽管说还谈不上是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也实在没看出来它能值十八 赶紧用各种小菜来抢救一下 瞧瞧我这小手一挥 撒完了些许萝卜丁葱花碎 是不是摇身一变 变得十分诱人了呢 没有 我觉得更像一碗拌好了以后 才发现没放小料的热干面 以往数次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没有拌匀 没有真正入口尝一尝之前 不要急于对一碗面条下结论 只好抱着怀疑的心态 先尝一口牛肉吧 哎呦我去 这种切好的卤牛肉片 口感不应该是劲道而紧实 粗糙而干柴 不用越嚼越香来安慰自己 都不一定能吃得下去的那种吗 而这碗炒面里的卤牛肉片 虽然外表和以往那些没什么两样 但吃起来竟然是无比的顺化 且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牛肉纤维的存在 弯如一片刚打烙上来的 密质酱香细片大刺身 太神奇了 在拥有此等口感的同时 牛肉片还展现了卤汁 所留下来的复合性醇香 以及本身牛油的特殊风味 真的可以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里面的面条同样不含糊 经过二次料理之后的面条 每一根都裹满了酱汁和油水 入口后绝不会让人觉得碎散 反而是感觉里面每一根都弹得很有道理 大口吃面可以获得大口满足 尤其偶尔再夹杂这几片牛肉 更是一种享受 密质的酱汁会让味道在我们心里产生一点延迟 当你感觉有点咸味的时候吧 它已经开始发甜了 接着咱品味里面细微的甜 一股子辣感又涌上心间 完了牛肉 萝卜丁 还有各种小菜 又分别贡献了自己的味道 等于是一直在领着我们走 这就使得我从吃面的第一口开始 就没大动明白这碗面到底有多少种滋味 只能不由自主地往嘴里持续送面 越吃觉得味道越丰富 越吃觉得越来劲 里面本身存在的一些白菜丝 吃的又是脆爽十足 承认这个面条是油了一点 不过这些自带水分的清爽型工具菜 也多少可以缓解一些 话说这家刘记三狗牛肉面的店名 其实指的是老板的小名 据悉刘家有四兄弟 老大叫大狗 老二叫二狗 老三叫三狗 老四叫阿森 反正古今中外这样的兄弟组合 老三去当厨师 往往都可以取得不小的成功 后来了解跟三狗牛肉面同在一条街 还有一间老字号牛肉面馆 咱来都来了 不妨也去这里尝一尝吧 其实刚才在三狗家 我就已经好奇很久了 这个豆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食材 想想应该会和绵羊米粉那样 是否一种比较纤细的食材 锅段得来一碗牛肉炒豆丝试试 这个牛肉炒面片是哪位的 我帮您先端出来 此次武汉的美食之旅真不简单 这座城市既在我的世界里 重新定义了豆皮和腰片之后 又重新定义了我对于一个词的理解 豆丝 其实豆丝也是一种湖北特色美食 而且又是以绿豆和大米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食材 炒制之前长这样 它的料理方法极多 什么煎炒烹炸 煮炖蒸 只要咱能想到的烹饪动物都可以招呼到它身上试一试 跟牛肉一起炒完的豆丝变得有嚼劲的不少 我感觉口感怎么着都得属于是手擀面以上烙饼味吧 不知道是炒豆丝表面油光十足的缘故 还是它本身的固有属性 豆丝吃起来还有种变质度超高的顺滑感 咱们加取一大片使劲嚼 嚼碎了也不会觉得口干 甚至还觉得这种豆香米香很浓很实在 更别提再和这些本身就卤的 非常软嫩的牛肉搭配着一起吃了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顿 哎呀 体会美味豆丝的同时 也真是惊叹于湖北这边的牛肉 竟能做到如此的口感 建议对于牛肉干或者酱牛肉有过偏见的同学 到了武汉可以来尝一尝 抬头看见店里大招牌上写着 牛肉面加小面窝是非常不错的组合 眼下我都快吃了两碗了 就简单要上一个小面窝尝尝鲜吧 一份是五个是吧 五个 好 谢谢 中间窝出来一个小洞的油炸类小吃 就是面窝本窝了 这个个头相对小了点 所以是小面窝 一般的话应该会是这样 面窝咬下去的一瞬间相当之脆 紧接着就是一股绵绵糯糯的感觉了 由于它里面往往还混有一些芝麻粒 所以带给我们的香味也很是浓郁 别看 有的时候咬开了 发现里面是空心的 实际咱从它口感中获得的碳水满足感 一点也不比其他种类的主食少 更何况一份就得食用五个小面窝呀 后来又去了一家周围比较受好评的牛肉面馆 王室滑滑牛肉面 往上一口又卖牛杂又卖虾 业务范围很广啊 看看菜单上推荐了招牌牛杂 就点上一个牛杂的 忽然想起来之前吃生汤点了个面 后来差点被动喝完半碗汤 这次过断选择牛杂粉吧 眼看着小姐姐给我这一大碗里 成了不少牛杂的种类 但是端回来仔细一瞧 又总觉得有点单调 哎呀 我忘了大武汉地区 人人都是美食家的美好风气了 应该稍在手加点小菜调味料吧 算了 还是先直接尝尝牛杂味道如何吧 这应该是一块牛腩 怎么连接的这么紧密 还是看看里面最醒目的这一条牛肚吧 这种牛肚别看长得很唬人 其实在料理中往往是口感最脆爽的那个 反正成碗粉吃下来 感觉还是牛筋的口感最柔的那些 之后的几分钟里 在领掉过牛杂粉中红牛的力道以后 我认为这里的粉 一定更加适合口味略重的时刻 想想长得金式的加辣牛肉粉够劲吧 我只需去区一杯米酒便能化解 而这碗牛肉粉 我360度暴风轰慌吸一瓶冰咖啡也无济于事 探寻完了几处各有特色的牛肉面 感觉旅程逐渐变得充实了起来 不过我听说 湖北这边牛肉面的扛把子 应该是在襄阳才对吧 嗯 下次一定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 期待大家下次 期待大家可以给视频一键三连 我们下回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